对 好 好 既然你最近已经完成了 两件人生大事 不如 晚上我请客 请大家好好地喝一顿 干杯 冯乐园 你好 今天晚上的酒随便点啊 我们今天所有的酒 都寄在顾总章上 行 我这什么好酒都有啊 你们想喝什么啊 好好好 想喝你们点啊 这个 用普世的眼光来看 离婚肯定是人生当中 一大不幸 但是咱们回头想一想 能离开一个不适合的人 一段不适合的关系 其实是一件好事情 而且啊 做出离婚的决定 比做出结婚的决定 要难多了 从做决定 到最后结束关系 这中间简直是一场 身心俱疲的战争 所以啊 来 离婚 离婚快乐 离婚快乐 这 你们俩究竟要喝到几点 就这个 你们俩究竟要喝到几点 你们俩究竟要喝到几点 你在给妈妈发微信吗 嗯 我问她怎么还不回来呢 现在才八点多 妈妈和江姐阿姨 你难道轻松一次 不要总是骚扰她们 不是啊 你妈妈跟江姐阿姨 答应跟我一起去喝酒庆祝的 现在变成了他们俩庆祝 我在家里边待你 这有点不太对啊 顾叔叔 难道你不喜欢和谷哥一起玩吗 没有 没有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等一三 你等一三 你要干什么 我正准备试试给人化妆啦 不不 不 不 这个不行 不行 不行 别别别 不不 不 救 救命啊 救命啊 我 顾举叔叔 妈妈怎么还没回来呀 我都等困了 走 咱们去把那两个女 救鬼找回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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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她是顶尖白富美 为名搭上她 不就是搭上了 上流社会的直通车了 你不知道 皇家那叫家打夜打 但是这个Joyce跟你比起来 她的容忍度 简直就是零 为名是嫁过去的上门女婿 她今后的日子 那可得过得有滋有味了 她的事 我好准备 好准备 我好准备 还好准备 露汤 谢谢 干杯 干杯 卫总 您的咖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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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笑什么呢 别一个人笑啊 说出来 分享分享 好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我怀孕了 怎么 不开心啊 开心 你这太突然了 你搞得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你怀孕的事情 前三个月可不能再跟任何人说了 这很重要 还有公司你就别去了 我替你请假 什么嘛 这还什么反应都没有呢 我肯定要去上班的 要是你不愿意我回方舟 然后我就重新找件事做 让我在家当家庭妇女 不可能的 行 都听你的 都听你的 你现在是最大的 但有一个要求 千万不能逞强 你是我们家重点保护对象 喂 妈妈 双双 你不在家吗 我跟你爸 我们两个人在家没事干 所以说想过来 是 双双 我跟你妈妈在家没什么事情 我就想着到你这儿 住两天老杨妈妈 有人想我了吧 也不好意思承认啊 你个女儿最近不刚恢复单身嘛 也需要一点家庭的温暖 那个房间密码我发在手机上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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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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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咱们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 你下午下班早点回来 陪我去看看酒店婚宴吧 没问题啊 没问题啊 最近这些事情啊 好像都卡在垫上了 什么事啊 林双之前给我设定了一个月的期限 撕破脸让我同意她的要求 她好像算准了 我们这面拖不住 我也不知道呀 又不是我告诉她的 对了 咱们上次在楼梯间吵架 我离开的时候看到了江喜 江喜 嗯 不过那个时候 你早就走了 她应该没发现什么 不说这些了 这次咱们闹成这样 害得我爸妈那么生气 婚礼呢 一定要办得盛大体面 让他们晚婚点脸面 妈 你想在哪儿办啊 曼华丽和夕月阁你选一个吧 上次荣达许总儿子的婚宴你也去了 派生怎么样也不能输给她 许总 人家上市公司大老板啊 这婚礼不是给咱俩办的 是给皇家办的 咱们恋爱已经谈得躲躲藏藏了 婚礼要是再不风风光光的 以后要一辈子给人看笑话的 面子当然重要了 家姨 我们俩以后的生活更重要啊 还有啊 你父母家我们结了婚之后 我是不可能过去住的 临江路那里新开了两个楼盘 有时间咱俩去跳一趟 那俩楼盘很贵的 我答应过你 给你很好的生活 可是我经济状况现在不允许 你什么意思啊 你离婚 你前期不是没分送你多少钱吗 他是没分到多少钱 可是买房子 不是一件小事情 要需要一大笔钱的 要不 先从你父母那儿借一部分 你怎么想的呀 我们结婚我爸妈本来就不同意 结果你 还要找他们借钱 老公 好 我相信你 你可以的 好 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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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小莹的生日 是她来到这世界的第一天 我觉得跟养育孩子差不多吧 孩子 健康 聪明 不然重要 但是我认为 我们更应该注重她性格上的培养 那对应在经营上 她应该是一家公司的企业文化 浪漫 浪漫 我希望小莹可以以浪漫 作为自己的企业文化 因为我是一名女性 在一众以男性为主导 以务实为企业文化的互联网公司当中 找到小莹独特的定位 技术我认为是服务于生活的 我希望小莹 她可以拥有女性那种浪漫细致的一面 将想象变成现实 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 用浪漫和温暖去包裹科技的定位 将先进的技术 转化为用户最天心的朋友 这次小莹即将开发的算法 就是一款针对女性用户的革新算法 为了更好地了解用户需求 我希望大家可以根据用户画像 去多了解女性 将用户体验 转化为实际改计算法的意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